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 最近热映的叶问三 它的卖点呢 首要是在这个格斗功夫方面 号外号外 勇坤到勇坤 那除了真子丹 是这方面的票房保证以外 这叶问三有一个 不能忽略的看点 就是他把前重量级 全级世界冠军 麦克泰森找来了 因为这泰森给我们带来的 期望值是非常高的 一个是泰森本身呢 这哥们太传奇了 再一个呢 泰森本身呢 是来自真实格斗世界里的高手 那么很多人也想看看呢 真实格斗世界里的高手呢 和真子丹这样的功夫巨星过招 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构成了 叶问三里边一个 不能忽略的看点 西小马港夫永春 我们的这套功夫没用啊 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些年 看到的功夫片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 就从真实的格斗世界里 过来的这些高手 有的是拳击 有的是自由搏击 有的是跆拳道啊 空手道啊 巴西柔树啊 等等等等 他们也确实给功夫电影呢 带来了一些耳目一新的感受 咱们今天呢 就给大伙说说 真实格斗世界过来的这些人 他们演戏过程当中 遇到哪些困难 哪种格斗技巧 适合演戏 以及咱们大家最好比 谁比谁厉害 咱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 首先说 哪种格斗技巧 不太适合 直接转过来 演戏 首先就是拳击 就是在所有的真实格斗技术里边 拳击运动员想转行演戏 是最困难 从谁说起呢 咱就说麦克泰森吧 他在拳击界里的地位 就职业拳击 如果要说选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阿里 一个是泰森 泰森他的技术 这不用我说 急风暴雨的进攻 直钩摆这些太狠了 你别看后来他输那些场 可是赢了他那些人 你像霍利普尔德呀 伦敦克斯 刘伊斯 根本无法跟泰森 在全球界的地位相提并论 泰森比他们境界上高一块 当年他挣钱呢 在职业运动员里排第一位 乔丹都排在下面 可你看人乔丹现在又当老板呢 又投身商业领域 很成功 你看泰森呢 挣那么多钱 居然混成穷光大了 是 你那个经纪人 唐金是个吸血鬼 可是泰森自个儿也太能作了 而且后来进了监狱了 强奸罪进去了 除了之后呢 还想恢复过去的荣光 在96年呢 意外地输给霍利普尔德了 很挫火 受不了了 97年跟霍利普尔德二反战 结果出了个天大的笑话 把霍利普尔德耳朵给咬下一块去 这都是97年 20年前的事了 所以就泰森呢 他的传奇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到后来拳击界 他速度大了也打不动了 咋办呢 得挣钱了 干啥呢 说我有名气我拍电影吧 一开始电影界没人敢用 为啥呢 怕这人脾气暴躁 兴如烈火 跟疯子似的 万一这个戏没拍咋地 再把演员给打伤了 再把演员耳朵咬下来 开始没人敢用 后来呢 好莱坞拍了一个片子 名字叫《宿罪》 这个片子呢 这导演呢 别出心词 找泰森 说我给你不少钱 你演戏 你不缺钱吗 你就演你自个儿 什么内容呢 说一帮小伙子 跑到拉斯维加斯去喝多了 晚上拍队又什么喝多了 结果借着酒劲啊 摸到泰森家里 把泰森家养的老虎给偷出来了 泰森就演的资格 结果一出场 泰森都吓人呐 比旁边的大老虎都吓人 所以就这么着 泰森一点点呢 才走上了这个电影这条道